县长林明珍在铺里镇长周一雄以及代表会主席蔡文仲 先议员林芳瑜等人陪同下会刊 前往牛民里一致三项进行排水购工程 以及守城路道路拓宽工程进行实际会刊 县长除了听取各单位的工作报告 也聆听议员以及地方民众需求新声 林县长表示议员及地方民众的新声 是都度政府施政的动力之一 希望在最短时间内可以完成排水沟 以及道路拓宽工程改善 那民众外出都能确保行车的安全 县长林明珍会同议员林芳瑜 埔里镇长周一雄 正名代表会主席蔡文仲以及多位代表 会刊牛民里巷道排水沟盖改善工程 以及头78线平均路段拓宽改善工程 预迎接88项1-7号排水沟改善工程 林县长表示 牛民里一项、二项以及三项排水沟 沟盖地域路面 经常造成民众摔伤意外 影响民众行走安全 有改善之必要 因两岸地点位均于社区内 林县长指示公务处筹策清费 补助政工所 由政工所取得土地使用同意书后 尽快设计发包改善 现在要改善就是排水沟不需要那么多 我们可以把它蓋住 如果排水沟太多 我们就把它提高 提高到我们的路面百元 如果路面破損不堪 可以抛除 把银子抛除从铺 铺到排水框 平等高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照这样来做 两方面就有工手 他们斟酌要怎么样来处理 比较妥当 我们就收钱由工手来办理 头78线是通往中校国小 连接福星里和牛民里重要的道路 车辆往来频繁 目前仅剩守城路69号至福星路 28项58至1号路段 220公尺尚未拓宽 行程瓶颈会测困难 现象缓升 有改善之必要 林姓郎指示公务处 确认拓宽所需土地范围 取得地主同意之后 尽快设计发包改善 经过大家来会认识 大家一致认为 这个路没有拓宽可能 所以这条拓宽这条路 大概要将近八百万的兼费 我们管政府虽然财政真的不好 但是为了我们扑离地区基民的通行安全 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道路来通行 所以县政府在不管在怎么样财政的一个 这个监济情况之下 我们也是确定要来给他们透宽 来给他们施舍 希望我们现在开始就来设计 与年底很快的完成 让我们这个基民通行更方便 埔里镇长周一雄 先员林芳宇 以及当地里长 对于林县长的支持表示肯定 以及感谢之意 年纪以来 我们的地方的努力 今天也感谢管政府来到现场 来看现场料以后 感觉说这个特宽是有需要的 总共经委要挖六百万 县长也允落 在最快的时间 来将这个道路 来给大家拓宽开辟完成 真的是非常感谢县长能够体恤 地方的民谋需要 也帮公所解决财政上的压力 再次的感谢县长 刚才县长也应允说 虽然说经费花了七八百万 财政 南投县政府的财政不是很宽裕 但是为了地方的需求 他还是尽量尽力来 答应全力来完成 真的相当感谢县长 也希望说这条道路开辟之后 能够带给我们行车的方便 大家在行的安全方面 也能够兼顾到 也能够带动地方的一些繁荣 头七十八线 就是我们的福星路二十八项 已经长期将近三十年 都一直没办法打通 称为地方交通的一个瓶颈 现在因为有这个契机 就可以去把它解决这个问题 希望说在县长以及议员 及我们民意代表 政长的努力之下 能够把这个问题 能够把它完全改善 随后县长一行人 也前往御营街 88项1到7号会刊 应该处地势较低 门前又无排水沟 每逢大雨 路面雨水无处宣泄 经常造成该民宅淹水窘境 现场勘察之后 应工程规模 以及所需经费较少 只是由工所执行筹措经费改善 解决民宅淹水困境 停止